击打瓜拉尼浪昨天下午突然刮起大风 导致当地干榜多栋民宅的屋顶被摧毁 更险些要了一名勒林人士的命 66岁的穆罕默里扎的住家屋顶被强风卷走后 试图离开屋子 没想到脚踩到了淹水的地板时 一阵麻痹 让他无法站立 相信是触电所致 这名勒林人士的住家也在风灾中被摧毁 屋顶全都被吹走 墙壁也遭损毁 瓜拉尼浪周议员巡视灾区后表示 共有23所房屋在风灾中损毁